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霸榜的Visher VR设备Index则下降到了第三位 榜单的第四位有给Ti5接手 本周给Ti5推出了全新线上模式钻石赌场 并开启了游戏的史迪价促销 这一系列的活动也极大的带动了玩家们的积极性 使游戏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20万 创造了历史新高 第五名是时隔两年突破史迪价的尼尔机械纪元 接下来就是B社的主场了 B社用一个又一个的折扣包揽了本周销量周榜的后五名 第四是幅射四年度版德军总部新血脉豪华版 新血脉普通版 鬼门战士度姆和老滚五 近日THQ公布了科隆游戏展参展的阵营宣传片 其中疑似有一些新作的预告信息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化变种 赏金奇兵3 暗黑血土矿湿剂和海绵宝宝 比奇宝的冒险重置版 这几款已经公布的游戏 在视频的中段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款新作 大大的问号中间显示的是一条龙 而且下方的字母显示 游戏将在大展中公布并提供试玩 在视频的后半段还会陆续出现三款新作 不过这三款新作的三个问号就没有太多的暗示了 只是颜色不同 视频的最后THQ还放了一个彩蛋 用海绵宝宝的口纹喊出 我准备好了 看来这四款神秘新作都已经备好 就等着8月20号的德国科龙游戏展公布了 在最近的Quickcom Europe大会上 冰兽表示将为玩家们一直在吐槽的辐射76大换血 并公布了游戏的一系列更新计划 在8月20号全新副本就会更新上线 四副本剧情围绕避难所94号展开 可供四名玩家共同探索 攻关后就可以获得新装备以及道具奖励 后续匕首还会公布更多的新副本 9月份和冬天大逃杀模式将加入全新地图摩根镇 目前已知的是地图中包含大学校园 机场等建筑群 还会在地图中加入PVE成分的AI怪兽 之前玩家遇见的格拉夫顿怪兽 也会在全新地图中登场 在秋季 不设76还会上线免费更新内容 废图漫游者 它将为玩家带来类似于不设三风格的对话系统 和一些新的主线任务武器装备 此外 人类NPC角色也会回归 在人类NPC处 玩家可以接到更多的任务 并且任务有多个分支 供玩家自行选择 并每日特会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款 不输于火焰之文章风花雪月的SRPG游戏 它就是号称史上最凶SRPG的魔界战技 这款游戏呢 有着数十种职业工玩家培育游玩 美宁角色最大等级高达9999级 且可反复转生 所以被很多玩家誉为是史上最凶SRPG 除了这个变态的等级外 游戏的其他内容呢 也多到零人发指 比如游戏内的投掷系统 暗黑意会和道具界的元素 加起来呢 也可以轻松花掉玩家数百小时的游戏时间 除了上面这些 魔际战机这款游戏让人印象深刻的点 还有它那无厘头的剧情和个性鲜明的神物设定 相信游戏过的你 你一定会沉迷于系列作品中的恶搞对白 无法自拔 现在魔际战机新史第14元 这样的经典制作 这样低的价格 拿来补票正合适 Steam每日特会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名的作品 The Isle 限售价平时第34元 这是一款现实且硬核的开放世界双穷游戏 游戏的中心目标 这不一个 那就是生魂 玩家将从最低级的小叙叙 逐步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 游戏中没有任何的导航 教程或者是别出一格的概念 玩家需要自己学习如何成长 强大并不断进化 目前游戏呢 仍处于抢先测试阶段 可能会发生游戏体验变得很糟糕的情况 对此官方也发表了免责声明了 表示这个游戏目前仍处于抢先体验的状态 如果您不是非常喜欢这款游戏 并且没有做好面对严重问题 和随时可能中断游戏功能的准备 我能不建议你购买 暗黑巷角色扮演游戏 伊拉图斯死之主 现已在Steam发售 目前游戏90优惠70元 这款游戏拥有着杀戮兼塔式的 扒塔机制和暗黑地牢式的养成和战斗系统 还算是一款有着不错的潜力的作品 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名死灵法师 带领一只一只 唯命侍从的活死人大军 去征服其他势力 并最终在世界上建立起一座 永恒的死者王国 最爱遇的古中未旺 大家看到这个设定呢 是不是也想起了某位古傲天呢 目前这款游戏仍处于EA阶段 但是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缺点 如果你想要体会真正的古王 并且喜欢思考 喜欢通过运筹维吾来获得一场胜利 那就来入坑这款游戏吧 小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 访问YCCG 售卖高折扣CDK 和79折扣 国区礼物代购淘宝店 和微信小程序 丁目热项游戏和热门新品 都在